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的是 道道地地的川味火锅 高雄有一家业者 特别引进了大陆四川 相当道地的檀鱼头火锅 精选来自于石门水库新鲜的活连鱼 用独门酱料翻炒出入味的麻辣鱼头 最特别的是这里的麻辣汤 要先经过大锅快炒 逼出20多种新香料的香气 然后跟高汤融合在一起 他们的汤头光闻又香又麻 汤色亮红却能浓而不着 鲜鱼头完美上色 辣味飘香 两者合体拼出全台湾 唯一川味谭鱼头麻辣火锅 这边味道比较道地 比较像四川的 它就是不会非常那种死辣 它就是很麻然后很香这样子 我们刚刚在来的时候 然后锅底上没有上来的时候 可是大家肚子都会一直咕噜咕噜叫 因为我们就是闻到隔壁桌 他们那个汤头的味道已经焖出来 就非常非常的香 要让香味四处流窜可不简单 靠的就是这个动作 因为你爆香它才会有香气出来 那你如果不爆香你只是干煮的话 火很大水很多 它可能味道不浓或者是味道太苦太涩 和麻辣锅传统做法不同 这里的汤底不是用卤包大锅统一熬煮 而是每一锅都单独炒制 客人现点现炒 辛香料或者是中药材 它需要遇到热或遇到热水 它才能散发 我们的中药也是一样 那把它包起来 其实它的味道是有限的 有的时候会比较发苦 那用这样的方式 它可以把它串香 20多种辛香料透过高温爆炒 释放所有香气 另一头用猪大骨老母鸡细火慢炖 8小时才熬出来的浓郁高汤 入白色的汤汁满满都是精华 和翻炒过的红油汤底 混合成麻辣锅 它们的汤头跟一般的不一样 就是它用了 看起来就用很多的中药材在里面 对 然后吃起来很香甜 四川很注重麻跟辣 可是我一般吃到都只有辣没有麻 可是这一家的那个汤头是麻加辣 然后重点是它味道又不会让你辣到很 就是很 喉咙很受不了什么的 而麻辣锅的另一个灵魂 是这一片片连鱼头 活跳跳的连鱼 每一味都是来自石门水库 老板严选体型1.8到2.2斤 肉质最咸嫩 每天现老 现窄 又现炒 你腌制呢 腌制久了 那可能就是有的时候鱼会比较不新鲜 所以我们才用翻炒 那为什么要翻炒 第一个 上色 第二个就是可以让它串香 然后第三个呢 因为用酒再稍微去呛一下 可以去腥味 用独家辣酱翻炒 鱼头均匀裹上一层暗红色 短短90秒立刻起锅 鱼肉才不会干涩 但要和麻辣汤头来个合奏曲 也有诀窍哦 你如果火开太大 有的时候可能会把鱼肉给煮散掉了 所以在下鱼头的部分 也有一些步骤 可能我们的鱼脸要朝下 那因为这样子在熬煮的过程当中 可能需要5到7分钟 肉才会熟 那它的那个肉才不会把它分散掉 迫不及待要享用了吗 等一等 这里还有个special的沾酱打味碟 是利用葱 蒜 辣黄豆等9种佐料 和麻辣汤混合 所有的辣度香气都在油上方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不吃辣的 可能就是我们都只有咬汤 那如果说喜欢吃一点小辣的 可能就是一瓢汤 一瓢油 喜欢吃大辣 可能就是三瓢都是油 雪白的鱼肉沾上大味碟 仿佛披上一层辣红色薄纱 结实又软嫩的肉质 征服不少老套的胃 一天狂卖300片 平常我不太吃鱼头 我吃鱼头只来这边吃 真的 对 因为它的鱼头特别Q 特别嫩 而且非常入味 它们的鱼头一直是蛮新鲜的 对 就是你就算不加麻辣锅 你加到白锅都还是觉得很新鲜的 光吃麻辣锅还不满足 店里还有提供到底餐菜 人气第一名就属这一盘 香辣虾 虾壳有没有 甲科素 那个香气整个会提升出来 香辣的有没有 它的虾子的甜度啦 辣椒的香气再把它提升出来 新鲜肥美的草虾和干辣椒爆炒后 微微酥炸 让你连肉带壳一起吃 呛辣又过瘾 它的壳跟它的皮就是可以入口即化 就是可以一起直接咬下去 然后它那个酸味跟它的辣味非常非常的道地 对 让我感觉回到四川一样 开店三年多已经拥有不少忠实顾客 假日一天至少得卖出一百锅 如果你爱吃鱼头也爱吃火锅 来这里准没错 又辣又麻又香的四川味 绝对让你全身暖乎乎